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書聖王羲之 王羲之是我國歷史有名的大書法家 他是東京時候的跪跡人 王羲之的筆法 很少人能比得上他 至今,學習書法的人 都以王羲之的字當模範 所以,大家都尊稱他為 書聖 王羲之的字寫得這麼好 當然是有天賛的喔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 由於平日勤選苦練 有走路的時候 或是休息的時候 還在想 如何能把字寫得好看 王羲之在家中的池塘邊練習寫字 他每次練完 都把筆跟葉放進池塘裡洗一洗 過十日子 過了很久 池塘裡的水都變得黑了 由此可見 由此可見 他花的時間 有多麼久啊 有一次王羲之 把字寫在木板上 工人想要把字擦掉 可是那個 墨已經陷入木板裡 工人用力的 刮 既然刮了很久才刮掉 可見他的寫字的功力有多深啊 小朋友王羲之的書法 是美令人讚嘆不已 而他努力學習書法精神 更值得大家佩服 學習 加油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